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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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未有眉目 现在就 然后 花千树出版社那边 就已经讲话就可以了 就快排好版了 我们已经校对了 最后一次 校对就是进行 应该就 希望 希望都是2016年之内就能出版了 我们本书就写了 差不多10年了 老实实 由06年开始写起 一直都是在这个process的阶段 去年就開始出版的工作 就更新了很多資料 因為始終是06年 那時候寫天文最新的研究已經過時了 所以希望到本書年尾出的時候 就更新的 希望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可以參加了 希望大家會支持我們這本本港的 我們有三個香港人寫的天文科寶書 是屬於香港人的科寶書 大部份科寶書都是台灣人寫的 這次怎麼玩呢 都是那些Facebook Page 都是叫你分享一下、Like一下 我也要跟一下 我也想多些人Like 那你就Like一下 Like我的Page Share我的Pose 讓多些人知道 有多些人Like我 其實你不分享 不Like我也很難查到 老實實 玩法就是怎樣呢 就是你寫一個 關於科學的留言 你喜歡寫什麼都可以 你看到有朋友寫了很多 長、短都沒問題 你喜歡作詞 什麼都可以的 你喜歡的 你喜歡拍片都可以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總之大家就參與一下 大家想一下 對於香港的科學 科普教育 有什麼看法 大家 愣是高深 思考一下 討論一下 其實都是找些東西玩的 最後就送三本出去 希望 如果多人踴躍 去參加 我看看 希望各個參加者 都有少許 有少許禮物 可以得到 送一下 大家開心 最重要 最重要開心 我當然興奮 大哥 十年了 十年磨一劍 不是興奮 不興奮 是假的 應該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因為我們看過 那些 排了版的初稿 都挺漂亮的 排得挺好的 但是 外於書的長度 我們本身寫了很多東西 有些東西要刪減 所以 今年年初時 都搞了一輪 是的 就是這樣 非常之好 大家記得 讚好 分享 和朋友 讚好 現在開始講了 看清楚 看看清楚 又是開這個 這個軟件 Stellarium 那今天是講什麼呢 今天是講一下金牛座 其實講了一下 我上個月 又回到香港 就是 月頭回到香港 沒有什麼 怎麼講到 大家看到 我又去了日本玩 很懶 所以 就講一下 發覺 下季星座 已經變成抽籤了 已經 中抽都過了 所以 就想一下 喂 上次講了獵戶 當然要講一下金牛 我是金牛座 很重要 所以講金牛 現在在香港 這個時間 差不多 差不多升起了 應該 金牛座 讓我搜尋一下 金牛 我怎麼選 對 金牛 對了 還未升起 應該會看到一點點 已經看到了 等一下我要講一下 一個星團 就是七姊妹星團 已經看到 在這裏 這裏是金牛 我現在先把大氣層弄走 先把大氣層弄走 清楚很多 把地上弄走 這裏就是金牛座 看到 筆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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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秀就是金牛 弄走一個公仔 這裡 寫著 對不對 看到 梁國雄議員 很大的 筆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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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秀就是筆秀 太大了 你最喜歡的 筆 大家都這麼筆 這個金牛座 就是我的星座 你們都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 我就不是九月出生的 那為什麼金牛座 會現在才開始看到 秋冬季的星座 等一下會解釋 講完這些神話之後 金牛座是什麼神話呢 我看貓子 因為我真的不是太記得的 但是總之 今天講的這些告示 都是瘋子 都是你們最喜歡的 強姦 真是瘋子 那誰強姦 當然是希臘的那些神 強姦人 希臘的神話 那些神最喜歡強姦人 金牛座是什麼呢 就是話說 話說 這個宙師 喜歡了 這個 一個女生 叫歐羅巴 Europa 讓大家知道 Europa 就是歐洲的英文 sorry 歐洲的希臘文 現在德文 都是叫Europa 英文是Europe 這個女生 很漂亮的 她經常去沙灘玩 可能是曬比天尼 特意被小狗拍 她經常去沙灘玩 引到 咒詩 因為咒詩 很可愛 她見到 歐羅巴 就很喜歡她 那怎麼辦呢 如果給你 你怎麼扣女 你就去問她 拿電話 但咒詩 因為她是神 她做了一些很出眾的舉動 她竟然叫她的兒子 Hermas 就是那個名牌 Hermas 是不是 這個 喀爾拔斯 在沙灘旁邊的 山幼仔上面 放牛 突然有很多牛 她在歐羅巴 看到為什麼這麼多牛呢 她自己就變成一隻牛 一隻白色很漂亮的 對角是雙金的 金牛 哪有破防啊 沒有破防 我從來不講粗口 這樣 就混入了這個牛群 進入牛群裡面 歐羅巴看到 這隻牛這麼漂亮 為什麼在牛群之中 突然有一隻是這麼出眾的 好像這個營火蟲 叉中的營火蟲一樣 很出眾的 她就走過去 被一隻牛吸引了 我不知為什麼 如果你們這些女生 在沙灘裡見到一群牛 有一隻很漂亮 不知道你會不會埋去 她埋了去 還要是疼了這隻白牛 就是袖絲一下 瘋子 袖絲就很興奮 在那裡溝女 歐羅巴還要騎上去 是真的瘋子 這個情節 自同不移 這個就是要騎上去 這隻牛的背脊 在背脊上面 騎上去 為人走 是不是說得太過癡馬筋了 騎上去金牛上面 金牛就是走私 開始發瘋了 騎上去背脊 馬上載著它走 過河 渡過海洋 所以其實在金牛座 是只有上半身的 是沒有下半身的 神話裏面就是 金牛沒有下半身 因為它浸在水中 因為歐羅巴騎著這隻金牛 這隻走私 載著它走路 去了一個無人的海灘上面 無人的小島上面 真是癡馬筋 這個故事 這個無人島上面 跟歐羅巴敦倫了 生了很多兒子 這就是金牛座的神話故事 你可以說不算强奸 但是這真的是癡馬筋 金牛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它旁邊有個七姊妹聲團 就是這裏 這個金牛座現在反轉了 這是牛角 很明顯的 這裏有兩條線 當然你現在看上天 你現在看不到金牛座 還沒升起的 過多幾個小時 零時一兩點就看到了 你始終香港多哥羅大廈 當然天上沒有連線 你自己想像 有幾粒 你過多幾個小時 你向東邊看就看到 這粒是黃黃色的 不秀五 是金牛座的牛眼 牛眼上面 你看到有幾顆特別光的星 連過去就是它的角 這個就是牛的面 下面就是牛的上半身 這隻牛的 應該是左角 它是面向我們 這是左邊的角 左邊的角 那邊 對上 就有一個 你會看到一個 好像問號的 這個就是 貌獸聲團 就是這個 你看到嗎 看到嗎 這個叫貌獸聲團 又名七姊妹聲團 我上次講過 我上幾次講過 我上幾次講過 就是星團有幾隻 有兩隻 一隻叫做球狀星團 Globler Cluster 一種叫做開放星團 叫Open Cluster Open Cluster 的星星普遍是 這個年輕一點的 這個七姊妹星團 就是Open Cluster 所以你看到是偏藍的 OK 年輕一點的星星是偏藍色的 越紅的星星就越老的 OK in general 這個貌獸聲團 你最初見到是很大的 很大的 就是 形成一個 差不多是問號的形狀 你看到 好像問號 那樣 好像個偶好像問號 那就是 就是這個七姊妹聲團 跟北角的七姊妹道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在這個 希臘神畫裡面 那這個 這個貌獸七姊妹 就是 真的是七姊妹 來的 所以才叫七姊妹星團 是不是 那我現在找到一些名字 那些名字 那些名字就是癡善 那些名字 不知道怎麼記 這個 這個星團 在哪裡 癡善 對了 我讀一次給你們聽 你們都不用管了 這個貌獸星團 就是叫做這個 普拉阿德斯 是的 那個希臘文不懂得讀了 普拉阿德斯的七姊妹 應該是他們的姓 OK 那 就七個分別叫做 阿瑪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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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他們有什麼神話呢? 也是癡媽根的 神話是什麼呢? 就是這七個女孩 七個女孩分別跟很多希臘的神敦倫 大女兒就是馬雅 馬雅跟宙斯生了剛才所說的宙斯的兒子Hermes 就是名牌的名字Hermes 另外 知道宙斯有個弟弟 宙斯是天神 有個海神的弟弟 叫做波塞東 那波塞東就認識了 他有姦了七姊妹其中兩個 有姦了亞爾夫阿里 和克萊諾 有姦了兩個 很厲害 不知道關了什麼 忘記了 這裡沒有寫 其他姊妹除了一個之外 全部都是被人強姦的 其中一個就是 你知道希臘神話有個戰神 他有很多戰神 迪士尼有個也是希臘神話的戰神 有幾個 之前說過也是 聶庫在也是戰神 有個戰神叫做阿瑞斯 強姦了其中一個 就是 神經病 只有一個 麥羅 就是沒有被人強姦的 就是嫁給一個凡人的 所以就是 如果你數 你看到天上 你現在見七姊妹星團 你會看到其實 你數到只有六顆星 好像只有六顆最高的星 我也不知道 有些人說是五顆 有些人說是七顆 但其實我看到是五顆 一、二、三、四、五 只有五顆 當然這個星團 有很多顆星 有幾百顆 應該可以 有幾百顆 就不止七顆 或者六顆 但你看到最光的 只有這幾顆 其中 所以那些人就說 有一個人就嫁給凡人 所以就不再屬於天上 這些真是 神話 你見到古時的 多麼性別歧視 還有那些 人的倫理觀念 你會見到 就是 女生就是被人強姦 就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被人強姦 強姦還沒有東西 那就幫他生小孩 OK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金謀 和七姊妹聲團的神話 金謀又是宙師 強姦是其中一個 所以是旁邊 你見到 筆秀 筆秀就是金謀座 卯秀就是七姊妹聲團 OK 還有上次 如果你記得 我講過獵戶座 看到了 這個就是獵戶座 現在還沒升起 你現在看不到 OK 這個獵戶座 就是冬季星座 應該今晚凌晨 三四點才會見到 現在還沒升起 在這個金謀座的旁邊 OK 這個獵戶座 上次講過 是一個獵人 我為了找回他的名字 原來叫俄里翁 OK 即是Orion 譯到俄里翁 他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海神波塞東的兒子 也是一個戰神 你見到 在金謀座 和七姊妹的旁邊 有些神話 可以說 同一個星座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神話故事 大部份都是強姦的 又說了 你們喜歡聽說的 是強姦 OK 這個 俄里翁 這個人 他見到七姊妹 七姊妹在這裏 這裏 是吧 卯獸 記得上次講過 獵戶座的深獸 這個俄里翁深獸 見到旁邊的卯獸 七姊妹很漂亮 又喜歡他 就是 不知為甚麼 這次神話 是說在這個森林裏 真的7P 真的瘋 在森林裏 真的可能 不知突然走走走走走 在森林 俄里翁 可能他去打獵 突然間在森林裏 有七個姐妹 其實你都看 也會害怕 無理 在森林裏 突然間有七個姐妹 七個女生 不知道在內裏 什麼鬼 神話說這七個年輕貌美的女生誘發了俄里翁對她們的愛慕 愛慕是用這個詞語 她一走過去她的心就勃勃地跳 因為她覺得她們七個很漂亮 就是神經病的 但是她一走過去的時候 七個姊妹就發現有個顏色幕正在來 當然很害怕 她還沒開始跟她們搭散 說美女的電話多好 的時候她們七個就嚇到花蓉失色 真是神經病 然後就走了 作了秀山 你想像是多麼慘 這個俄里翁可能又不是英俊 然後走過去突然在森林裏 我又不明白那七個姊妹為何要在森林裏 但是她在森林裏見到一個獵人 當然是害怕 電視也有教的 要喊的 喊了 那就走了 這個俄里翁就第一次看到別人 都喜歡了七個 還要人家整個瘋漢般走過去 別人走很正常 對 但是她又覺得她們走 我很怕失去她們 其實你都沒有失去過她們 她都沒有認識她們七姊妹 就已經很怕失去她們 你說是不是真的瘋了 那就追著她們 追著她們 追了五年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就是有個癡漢 就是這個獵戶座 癡漢就看到那個卯獸星團的七姊妹 就很喜歡她們 就變成了一個跟蹤狂 跟蹤了她們五年 就是這樣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最終這些七姊妹 就終於醒目了 過了五年之後 就跟這個天神說 就是報警 跟這個就師說 向這個天神求助 就師就把這七姊妹 就放在天上 化作了卯獸裡面的七顆星 解釋了這個問題 你真的不覺得有問題 這個故事 你們真的不覺得有問題 你們覺得有問題 真的瘋了 真的瘋了 有個跟蹤狂 跟蹤這七姊妹 當然是拘捕 X了那個瘋了 他不是的 他不是拘捕了個瘋漢 他是把這七姊妹 你們走 你不在他 他就不會跟蹤你 這樣 真的瘋了 所以說 他這七姊妹 就是被人跟蹤了五年 才報警 還要 聽鼓不要博鼓 總之 這個就是 七姊妹 和這個 獵戶座 俄里翁的故事 原來還有故事 我發現了 原來還有故事 獵戶座很多故事 上次結 他和天蠍的故事 他是很囂張的獵人 天神又不抵得他這麼囂張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是神 你腳底什麼 人家囂張 你關你X嗎 他們囂張 他就派了蠍子去殺了他 所以就有這個 說 動如心與傷 這個 一生都不會見的 就是這兩個星座 天蠍座和深獸 獵戶座永遠都見不到 一個下跪一個東跪 但是獵戶座還有其他故事 除了剛才他做癡漢之外 原來有續集的 他做完癡漢之後 因為 最失敗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做得癡漢 還要是沒有成功 他沒有成功 但是沒有被人抓 在街上 他轉眼間 這七個女生 就被人 被宗師擺上天 強姦不了他們 那就找另一個 他就發現了一個女生 叫他密諾帕 密諾帕 他父親 不知為什麼 和黑奧斯的國家 他家的國王 都同意他們的婚事 我不知為什麼 你以前的結婚 除了你父親同意之外 還要是國王也同意 總之就是這樣 同意婚姻 本來就很好 有美女 你追一個美女 連國王也同意你和他結婚 簡直是完美 但是原來這個婚事 就是一個條件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個獵戶座 你的羅里翁這麼厲害 你是一個海神的兒子 很厲害的獵人 你要顯示你自己 英勇的行為 我才會給你女兒嫁 這個人是瘋狂的 這個人是不是瘋狂的 你既然知道他是一個英勇的獵人 你為什麼要他特意示 一些英勇的表現給你看 即是演戲 的人演戲給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瘋狂的 這個國王 我覺得這個國王是玩東西的 但是OK 那他就展示了 展示了 他是獵人 但是原來他現在 快要結婚的時候 這個獵人就生病了 做不到一些很英勇的表現出來 他擔心這個女生就不會交給他 因為他不服當年勇 就是這樣 正常人你會怎麼想 正常人你會怎麼想 正常人你會說 我病了 或者我表演其他東西給你 或者是 在家裡射箭 你就這樣站著 你不用走去跟野手搏鬥 可能是這樣 但是他不是 這種俄里翁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知道他想怎樣 他就想和那個女生結婚 因為他很可愛的 所有希臘神話裡面的男人都很慘濕的 總括而言 希臘神話裡面的男人 不單止是人或是神 九成都是色色 喜歡強姦女生 九成的希臘神話裡面的女性 都是被人強姦的 就是這樣可以總結這個神話故事 那他怎麼辦呢 病了就跟別人說 他不是 他想 如果我現在 他打不到獵 國王就覺得我不英勇 不嫁女生給我 那不如 我誘拐那個女生 誘奸他 神經病 他未婚妻 他覺得他應該要誘奸他的未婚妻 這個神話就是這樣 但是 他不知道為什麼有個計謀 又被人發現了 可能你寫下了一張紙上 我要誘奸我的未婚妻 可能就是這樣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會被人發現 有 神經病 你有奸個女生 你就有 你為什麼寫下他 那被人發現了 被人發現了 沒有了新娘 就要病到對眼瞞了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續集 就是大家都想知道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知道 但是我會說下去 就是這個獵戶座 是神話來的 是 希臘的神話 但是當然 在以前來說就是宗教 OK 你知道最淫蝕的故事 都是來自宗教的 那 他有什麼結果呢 這個獵戶座 俄里翁 那他就很傷心 因為他又追不到 又強姦不到七姐妹 又強姦不到未婚妻 對不對 還要瞞了 什麼都沒有了 對不對 真正是這個 變了一個 變了一個老蛇 那他就很慘 那他就跟人求救了 那他的求救 就是 太陽神 那 就 看到他這麼慘 那 就幫他 用這個 神跡 去把他的眼睛 復原 OK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他自己也是 波羅 對不起 他自己也是波羅的兒子 他會找他老爸 對不對 你想什麼 Ariel你想什麼 你想什麼 我知道你也想的 不過你 Ariel比較誠實 我覺得 那麼 那麼 他就不知為什麼 就去找了太陽神 那太陽神 就幫他治好他的眼睛 那 還要 就說 你這麼慘又沒有工作 對不對 那我就 將你 我就介紹一份工給你 那我姐姐 就是太陽神的姐姐 叫什麼 阿爾 塞尼 OK 廣東話應該是阿爾塞斯 他姐姐也是神 他說 我現在 我姐姐請人 那我就 介紹你給他 那麼 他就介紹了這個 獵戶座給他姐姐 就是 你又瘋了 你知道他是一個 鹹叔老痴漢 來的 你幫完他就算了 還要介紹給他 就是引狼入室 OK 那就不要緊了 介紹給他 那麼這個 那個 俄里翁呢 又厲害 這個真是癡媽筋 厲害 他又 追到太陽神的姐姐 阿爾塞斯 那 突然有一天 阿波羅 聽聞 可能他的姐姐跟他說 我要跟這個 俄里翁結婚 他就馬上很驚訝 神經病 你幹嘛跟他結婚 這傢伙是神經病 你跟他結婚 他又想強姦人 神經病 但是 你知道 這些 一個 一個 女孩子 陷入了 這個 愛情的漩渦 裡面 很難自拔 所以他就不 聽他的弟弟說 這樣 是的 希臘神的高遠童子 過多 神經病 不單是希臘神的 那 那怎麼辦呢 就是 沒有辦法 那 這個 阿波羅 勸不到他姐姐 不要結婚 其實都勸不到 怎麼勸 沒得勸 那他就 竟然 他就覺得 既然他們 怎樣結婚呢 我不如就殺了這個 獵戶座 這個就是希臘的神 他解決不了問題 就是他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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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暴力的方法 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他就想到 用暴力的方法 就是要殺了他 OK 殺了獵戶座 那就結婚了 那怎麼殺呢 是神經病的 你殺就殺了 是不是 你找人 找人 標心 或者怎樣 或者找些 山崗奇兵 就搞念了他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他不是 他是神經病 這個 阿波羅 有一天 就引誘 這個 荷里翁去游泳 他就跟他說 喂 未來 叫什麼 你姐姐的 秘來老公 應該叫什麼 突然間 一時叮不起來 你知不知 我老姐姐 我不知道 姐夫 記得了 似馬筋 怎麼這樣都忘記了 未來姐夫 阿波羅就叫 喂 這個未來姐夫 我們去游泳吧 我覺得 聽到很機 他們去游泳 在河裡 在湖裡游泳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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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游泳 我不知道為什麼游泳 就只割了頭 他就叫了 姐夫 叫他姐姐來 阿爾塞斯 阿波羅 沒有跟他說 他跟荷里翁 在湖裡 他跟家姐說 喂 其實你這麼厲害 你打獵 你可不可以射中 你看到遠處 在湖中心 有一個球狀的問題 看了出來 不如你 我 就覺得 你一定射不中 這樣 用激象法 激她姐姐 激她姐 那 姐姐就說 神經病 你不中 那個圓形 那個球 對不對 他就拿起箭 一下子就射穿了 一下子就插穿了 他自己的未婚夫 頭 就殺了 這個 俄里翁 你是不是瘋了 你想殺了 你的未來姐夫 他就叫你姐姐去 搗亂他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這個故事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形容 這個故事 OK 那就殺了他 一命烏敷 那之後 阿爾瑟斯就發現 啊 混蛋 是不是呢 真的說髒話 我殺了我未婚夫 然後就很不開心 那很不開心 那 就 所以就覺得 就發現 那個弟弟 就善他一獲 令到他殺了自己未婚夫 那就傷心欲絕了 那所以就 跟他弟弟 太陽神 就斷絕關係 所以永不相見 那所以說到現在 你就 會發現 因為太陽神 阿波羅 就是代表太陽 是不是 那其實呢 他的姐姐阿爾瑟斯 就是月亮之神 來的 那所以就說 哦 所以 所以 你在日頭是見不到月亮的 這就是這樣的神話來源 但實際上 大家知道 其實在日頭是見到月亮的 月亮是很光的 就是反射太陽光 因為他們很近 我們 那這個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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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戶座 這個 色男 和這個 痴線金牛座 強姦 七姊妹 和七姊妹 給其他 其他神 又再強姦的故事 就是這樣 沒有銀牙棍牙 全部都是強姦 都可以有的 不過 我說得不好 下次 下次 Admin講 Admin很想講 這個 很想講 這個 強姦故事的時候 加些銀牙和桂牙 那 可能 Admin的 有些喜好 大家 下次就聽一下他講 那 就是這樣 這些強姦故事 就講到這裏 今次 這個 金牛座 就不秀 大家記住了 這些故事 大家記住了 第二天 就 都是好像我這樣說 去觀星營的時候 就是去看星營的時候 用來溝女 就講一下這些故事 是不是 幾好 幾適合溝女 就是 各個故事都 要是強姦 要是誘姦 又殺人 是不是 非常適合溝女 的時候講的 筆秀 記住了 筆秀就是很筆的 就是金牛座 他旁邊就有個問號 就是 卯秀 就叫七姊妹精團 OK 雖然我怎麼數也 數不到七顆出來 然後他旁邊就還有這個獵戶座 就是很多 鹹色故事的 這個叫Orion 記得上次講 深獸 就是獵戶座 他就有個 一條腰帶 就是在中國的 古天文傳說 就是這個 叫 科禄獸 另外 下面 這裡 就有個 叫獵戶座 大聲雲 很大的聲雲 肉眼都見到很清楚 在比較暗的地方 傳說 就是獵戶的 腰帶上面 掛著把劍上面 寶石 但是我覺得 位置很曖昧 你自己猜一下 大家照著我 我相信 如果大家聽完我這個節目之後 就去用 這幾次我講的 神話故事去溝慮 大家一定成功 到時候就不用多謝我 就是這樣 記得了 深獸 不獸 還有 貌獸 就是這個秋冬的星座 來的 喂 等一下 休息一會 先說了這麼多 強姦故事 說到 是不是 喉嚨都很乾 喝淡水 有沒有什麼想問 有什麼想問 故事風格很棒 正嗎 還是那些故事正啊 還是你們喜歡聽的 我就是專門講這些故事 你們喜歡聽的 你們最喜歡聽這些故事 是不是 有 有 是不是 是不是 敦倫 是不是 我很英俊 我當然是英俊 我當然是英俊 喂 如果 是我 她的七姊妹 就不會走了 是不是 尼犬見到 就不會走了 她就不會變痴漢 是不是 如果好像我這樣 有我一半已經搞念 這個 這個 對 這些傻子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報大力窮 是不是 以為 以為 大隻就行 其實有些女生不喜歡大隻的 對不對 所以 就失敗了 搞到又要做痴漢 跟蹤狂 跟了別人五年 是不是 人家報警 搞到人家 無緣無故 人家七姊妹 又被人 被奏師放上天 你就瘋了 應該放她上天 說什麼 天文學家 講強 什麼 什麼 強 我看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我看不明白 我在外國很久 我不懂得看這些廣東話 我很帥 我很帥 當然是帥 不用說 對 先 記得 剛剛進來的朋友 可以聽回這兩集的神話故事 記得去觀星溝女的時候 記得說這個故事 對不對 不用多謝我了 喂 沒問題嗎 沒問題嗎 沒問題 記得參加這個遊戲 記得參加這個遊戲 有獎遊戲 真的送給你 不是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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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玩這個遊戲 有些人 我看到很多人分享 但我都看不到 你們忘了教這個公開 你不公開 我看不到你分享 我看不到誰分享 記得公開 我現在每次都餓 大把時間 不過儘早寫了 我全部都會計 大約我截止日期 就會是12月 我10月就回香港 到時 哪一天我會截止 我再遲些公佈 什麼時候去決定 得獎者 又遲些公佈 所以大家 就記住 看我的項目 叫多些人LIKE 好 講完這個 講完這個 12公 王道12公 不是說聖鬥是聖齒 純粹是王道12公 弄走大氣塵 弄走地下 首先 王道12公 我先找到太陽出來 這個太陽 腿好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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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弄傷了 我弄傷了腳 因為我攀石的時候太勇猛 沒辦法 這叫做天道英才 就是 連個神仙都不夠我 這麼英俊 但又奈我五何 搞到我弄傷了腳 沒辦法了 好 黃道12公 其實有沒有人知道什麼是黃道12公 我不是問你聲詞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是黃道12公 快答 什麼是黃道 首先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黃道 黃色的黃 黃色的黃 黃道 這個黃 是黃色的黃 我是Copy為基的 因為你叫我背了12星座 我是背不到名字 我是記不到12星座的 黃道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黃道 黃色的道路 很大提示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黃色的道路很明顯 有什麼天上是黃色的 鹹蛋黃當然是太陽 對嗎 太陽一連經過的軌跡 就叫做黃道 違基 難道背嗎 難道背嗎 你現在背給我聽 有沒有人背都特別清楚 有沒有人背到 背不到 你們一定背不到 肯定你們現在背到 肯定都是馬上VC去找 一定是 對嗎 對嗎 我現在弄一條黃道給你看 你看看 黃道在哪 黃道在哪 軌跡 行星軌跡 應該有太陽軌跡 可以顯示 哪裡 標示 術語 不是 天空 月球 還是這裡 行星軌跡 不是行星軌跡 不是行星軌跡 你看看 我記得可以按太陽軌跡 不要緊要 隨便 不要誤會 黃道 說太陽一年走過的軌跡 不是行星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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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誤會 說太陽一年走過的軌跡 不是它一天走過的軌跡 是不同的 OK 我們要想像 首先要澄清就是 我們每天看到天上的天體會動動的原因是因為地球自轉 OK OK Wiki Uncle Seel Uncle Seel 說 是的 就是 每天我們看到 在一天之內 這個scale 一天這個scale 裡面 看到天體的運動 的成因是因為地球自轉 而 如果我們每一天 OK 就是說 同一個時間 我們在同一個地方 譬如我們在香港 太空館 這樣才算 我們每一天 兩點鐘 晚上兩點鐘 都站在同一個地方 站在太空館裡 看天空 那你會發覺 每一天的兩點鐘 看到的星空 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OK 那這個運動 就是這些動作 就不是因為地球自轉 OK 因為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看 每一天 同一個時刻的那幅圖畫 你想像 每一天 就在同一個地方 就在同一個地方拍照 OK 那就當然不關地球自轉 是吧 但是為什麼照片會不同呢 就是因為 地球的公轉 這個呢 就是 跟我現在講的黃度 有關係 因為黃度就是 如果 你每一天 同一個時間 在同一個地點 看太陽 太陽的位置 就會不同的 我現在可以示範給你看 譬如 這樣 試一下 可以教時間 這裡 可以教時間 怎麼教時間 這裡 這裡 對了 現在 太陽 在這裡 太陽 這是金星來的 這是水星 OK 有其他星星 可以看到 現在 現在顯示 9月24號 我試一下 9月25號 看到 動了 動了 動了一點點 再按 看到 太陽正在移動 這個是每天的同一個時刻 太陽正在移動 那黃度十二公 現在很明顯 當然就是 指太陽 一年 裡面 同一個時刻 走過的星座 那十二個星座 就叫做黃度十二公 很簡單 對嗎 如果你覺得 原來是這樣 就錯了 實際上 太陽是一年走過的星座 有十三個 不是十二個 那這十三個星座 我現在讀給你聽 就是 依次序 如果由八陽座開始計 那就是八陽 是不是 八陽 是不是叫八陽 好像叫什麼 隨便 就說吧 Aries 八陽之後 到金牛 然後到雙子 巨蟹 獅子 柱女 天青 讀天青 不是讀天平 天青座 天蠍座 然後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看尖星那些 他就告訴你 天蠍座之後 就是人馬座 實際上不是 天蠍座和人馬座之間 太陽是多一個星座 那個星座叫蛇夫座 天蠍座 天蠍座人馬 摩 摩 我不會讀 摩蠍 就是半人半羊 是不是讀摩蠍座 有沒有人知道 摩蠍座 然後是水瓶座 然後是相遇座 就是這樣 蛇夫座在哪裏呢 我先說 有蛇夫座 蛇夫座 如果你看尖星書 他不會告訴你 有蛇夫座 這件事 他不會告訴你 蛇夫座 都是王道星座之一 因為 如果他告訴你 是跟他們的理論 是違背的 他們 這些 蛇夫座 騙了你們很久 這個是蛇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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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道就是什麼呢 我現在可以回答給你看 現在太陽在哪裏 現在太陽 這個星座 就是 什麼 這個是柱裡座 應該是吧 現在九月 是柱裡座 九月是柱裡座 這個是 黃道星座 就是指一連太陽 搭著星座的軌跡 那 九月出生的人 大家知道 大約九月出生的人 就是 這個 屬於 在占星學裡面 就是屬於這個 柱裡座 的嘛 原因就是 因為太陽現在 搭著柱裡座 所以呢 你是哪一個星座出生的呢 你是 在你生日的前後那段時間 你是不會見到自己的星座的 因為太陽搭著你的星座 那就是說 你是 早上 就是你的星座 是在太陽背後面的 那太陽這麼光 你怎麼可能 看到你的星座呢 晚上太陽下山了 那個星座 就伴隨著太陽 下山 就下山 所以呢 你是不會見到自己的星座 OK 有柱裡座的朋友 你現在不用看了 你今晚是不會見到柱裡座的 你看到柱裡座的時候 就是半年之後 因為太陽移了去另一邊 OK 那再看吧 那我就再教時間 現在是9月24 譬如10月24 一邊彈過去 就開始你看到太陽 就離開柱裡座了 如果10月24號 一個月之後 太陽就在這裏 剛才在這裏 在柱裡座的心口附近 OK 現在走到這裏 那再過 11月 你看到了 就已經進去這個 天庆座了 差不多離開天庆座了 看到了 因為天上面的星座的大小 是各有不同的 所以那些 就不是說 相連除13 就是得出來的星座長短 有些星座長一點 有些星座短一點的 那天庆座 那你看到了 11月24號就在這裏 就開始進入這個天蠍座了 是不是 我上次說的 就是深獸的天蠍座 那再過 12月 已經離開了天蠍座了 我教什麼 你已經看到 已經離開天蠍座了 就進入了這個人馬座 就是射手座 OK 所以 12月的時候 你就是射手座的 就是因為太陽 搭著你的星座 我遲些會說的 射手座也有很多東西說的 OK 如果大家知道 這裏呢 其實射手座是一個茶壺形狀 有些人叫做茶壺座 那 一月 一月就進入了這個 是不是 半羊半魚 好像叫魔蠍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座 OK 但剛才所說 我就說 喂 其實在天蠍和射手中間 有多個蛇夫 就是因為 這裡 看到嗎 看到嗎 現在把時間倒轉 在12月大概是13日的時候 太陽是搭著蛇夫座 是多了一個星座 所以這個是 黃道十三公才對的 但就是因為那些 就是 看上我 阿里佐尼百年 他就不會告訴你 因為 在這個尖聲術裏 他們就把12星座 分為 可以除3 或除4 那你想一下 十三是質素來的 十三是除不盡的 那他的理論 就是全部錯了 對不對 所以他不會告訴你 OK 我就告訴你 剛剛 所以大家記得聽我 聽我說 那 2月 2月就離開摩蠍 太陽見路 進入這個水瓶座 這個水瓶座 那 是3月 就進入這個雙魚座 看到嗎 兩條魚 雙魚座 雙魚座很大 很闊的 進入去 一路進入 4月就還在雙魚座 那 4月尾 就進入了這個八陽座 這隻羊咩咩 就是八陽座 接著5月就金牛座 OK 你看到 金牛座 太陽一路進去 一路按 一路移動 5月 6月就離開金牛座 就進入去雙子座 OK 就是這個星座 雙子座 雙子之後 就是巨蟹 OK 看到太陽一路動 接著巨蟹之後 就是獅子 OK 獅子之後 就回到處女座 那就 就完成了一年的一個 cycle 就是剛才經過那13個星座 這個就是王道13公 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地球公轉 令到太陽在一年之中 不同時刻會搭著不同星座 這個就是太陽的公轉 OK 再說一次 一年裡面 你看到星空的 分別的原因 不是地球自轉 是地球公轉 而你在一天之內 看到天上的天體 包括太陽 月球 星座 有東升西落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地球的自轉 不是公轉 OK 所以要記住 而在天上 我們肉眼看得到的 差不多所有的天體的運動 全部都是因為地球的自轉 或者公轉 OK 因為這兩個原因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例如碎叉那些 我遲些再說 OK 還有星星其實都不是不動 但那些就沒有可能肉眼看到 那我有機會再跟大家 討論一下這些物理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王道十二公 實際上就是王道十三公 大家不要搞錯了 不要被人騙了 多了一個 就叫蛇夫座 就在這裏 所以 這個就是 基本你想知道的 天文知識 就是說 你認識天文 你也要認識這些 是不是 要不然要怎樣 溝慮 不是真的要 每天都說 剛才那些強姦故事 很悶的 那你要展示一下自己 有些知識 剛剛 就是這樣 太陽 月球 回到現在 現在這一刻 9月24號的 在香港時間 這個是德國時間 應該是現在的10點55分 現在已經夜深 請將這個 音量收細 以及大家 可以疑慾報 去聽這個 蕭叔叔的 英文 英文班 就是這樣 今天就說到這麼多 我覺得 既然大家沒問題的話 最後 有沒有什麼 建議 或是說 最後 給你們多兩分鐘 就收 收 收 是不是 這個就是 你現在望上天 會看到的天空 東邊 如果你們看著東邊 現在金牛座升起來了 在這裡 金牛座升起來了 不過現在 看看 金牛座的牛眼 那個 那個 那個高度 是幾度 哪裏是高度 這裏 8度 所以應該被高度大廈遮住了 過多兩個小時才看 金牛座 因為現在已經是秋冬星座 下次可以說一下秋季星座 或者 OK 七姊妹星座應該會看到的 這個 這個 看到嗎 七姊妹星座 記住了 有看過一個什麼 以前 以前我看有線 有一套卡通的 叫什麼 不思議遊戲 就是用這些 就是 古中國 因為它是日本 都是用中國 古中國的 尖聲 的術語 裡面有很多不同 跟獸什麼獸就是這些 就是 卯獸就是這個 七姊妹星座 的 中國 星座 現在就在 離地下 22度 所以應該在高度大廈頂 已經開始看到了 那你看到東邊 嘗試找一下 這個 這個問號 OK 今晚的功課就是這個 大家回去找卯獸 這個軟體叫什麼 再說一次 這個軟體叫Stellarium Stellarium Stellarium 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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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Mac版 有PC 我看到有 iOS 或者Android 但好像要付錢 那兩個 但電腦版就不用付錢 那你自己可以下載一些 免費的 就可以有些圖了 OK 就是這樣 現在大家就 看上天 看下七姊妹 OK 不要做痴案 就是這樣 完 因為 做痴案 還有一看 鎮案 在有無欠 能量 發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